時隔八年重返奧運舞台的北韓 這回派出十六名好手出征巴黎 其中這兩位桌球刺客 在國際場合完全沒有任何成績 卻空降法國 一鳴驚人 北韓上一次參與奧運是2016年巴西禮約 空白的這八年如何練兵 網路上就流傳身高僅一百四十九公分的金琴英 疑似前往北京特訓 這次巴黎奧運 北韓選手不僅實力沉迷 讓對手無從研究備戰 行蹤同樣受到嚴格管制 2018年南韓平昌冬季奧運 擔心有人因此趁機脫北 北韓當局還派出情報員 全天候監視代表團 神秘國度北韓層層把關選手一舉一動 桌球混雙怪物組合 巴黎奧運展開啟